Hello 各位又回到Pokemon 的燃之治 上次說到應該是帶來華南道館 然後就穿越了神秘森林 最後劇情就去到這裡有奇異種子帶走他 但發現奇異種子的個體值和性格都不漂亮 所以我就重新拆過 一隻比較好一點,但也不是十分好的奇異種子 你可以看到奇異種子基本上就沒有性格的修正 但個體值其實也不算太厲害 但都可以了 還這麼快回來華南道館 現在立刻挑戰華南道館看看他... 什麼... 什麼的實力 看到右手邊有一條秘道可以走過去 麥海馬 沒問題,我們初次精靈是比加超 打水系道館基本上就沒什麼難度 真的沒什麼難度 先制技 破保護 這招要不要 其實應該沒什麼用 不如我們先照顧一下 反應高速移動應該不會用到 我想看看陽弓是什麼特效 立刻守護 厲害,立刻破了他的守護 好強 太厲害了 他一用保護我馬上用了陽弓 好 然後再打另外一個訓練家 人數跟之前一樣,都是兩個 沒什麼太大的分別 雷技 沒什麼用 這些好像是越低權越高傷 但都沒什麼作用 打不死我就沒用了一下 小霞的話好像是 好像是寶石海星 身面孔,只有對精靈要求嚴格訓練才能成為職業級 可以戰鬥是令水系全力以負 都是要選的 兩隻嗎? 奇異總之有什麼技 好強喔 奇異總之的技 OK,奇異總之 不要給比比鳥 不用給比鳥 水星星 其實都問水 如果只剩下一半血的話 怎麼會不會死呢? 哇 我打不死 但我們有電光石火 嘩,瘦重 這麼強嗎? 哇 如果這個時候我用神馬伏特 他豈不是死了? 有沒有這麼聰明? Aktar要輸 有大機率是要輸的 先寄生總之 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寄生總之 我先選奇異總之 否則應該不會選他 沒什麼用啦 對面沒有了 應該贏不了我 嘩,這麼少 吸血好像還吸得多 又收手 OK 應該完蛋了 奇異總之 太強了 奇異總之 四星一顆 毒粉 毒粉沒什麼用 不要毒粉 催眠粉 要用 那不要 藤邊 95名中 那招 算了不要了 飛葉快刀威力為主 這裡最好是寄生總之 如果不中就大王 OK 中到這個 用錯率就 OK了 哎,怎樣了 奇異總之 立刻變成強 很強的戰力 猛狀 這招不要了 嘩,差點進化了 恭喜你獲得藍色徽章 nice 竟然是給熱水 那跟大家說一說 熱水這招技能 在 在之後已經不能用了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在珠子的時候 已經不能再用熱水這招技 但熱水這招技 在對戰上是非常實用 是很有用的技能 非常之強力 OK 這個單車就應該要遲些先 我們要先去枯葉鎮那裡 拿這個 單車兌換 我才可以再回來 咦 管主的命令我不可以過去 啊,OK 那我們所以要通過這個森林 啊 原來是這樣 好,穿過了這個森林 現在呢 應該向下面走 可以 哇,下雨了 這個位置 這些打不打呢 我看看我身上幾千 我們有8470元 好像不太夠 還是打吧 8400元應該不可以買很多噴霧 和買精靈球 8400元太少 嗯 火波 嘻嘻 嘻嘻 關於下雨這個效果 我們還沒有這個水系的精靈 除了鯉魚王 鯉魚王 未練的話就是 作用不大 嘩,為什麼會扣這麼少呢 你知道 為什麼這隻火 好啦,我們沒辦法了 我一定要換 這裡 這裡 起風 應該都是要兩下 感覺上它的走路 草的火柱 為什麼好像這麼高 會不會 還是可以重太低能力值 也有機會是我的能力值比較低 OK 可以搞定了 看看能力值是不是比較偏低 比加超 我們來觀察一下 都不是啊 都不是差 對了,不算差 但是為什麼 打得這麼少 剛才那裡是三分之一 都好像沒有 不過正常來說好像真的沒有 有機會 有機會是因為它重到 偏向高防 看看這裡 為什麼它的聲音比較低 低沉一點 究竟是怎樣判定 這麼多訓練家 為什麼可以 這裡 這是什麼PC 為什麼第一次看到有個PC 證明它這個地區 應該都 應該都有一些自己弄的 就是它是自己設計了一條路 出來 而不是用瘋孤孽陣 咦? 這是小火龍 應該可以拿了吧 也是小火龍 OK 我們先去看看 這個是不是在說 又是在說小火龍的劇情 就是避雨的劇情 轉身離開了 可能有些劇情要觸發它 拿小火龍 是不是要什麼下雨才可以拿 這個又是什麼 這個車利龜 是一群被訓練家拋棄的精靈 所以他們喜歡惡作劇 哦 這個就是在說車利龜 那個 大黑超的車利龜 這個呢 在這裡的南邊 哦 呼葉陣在下面 OK 所以其實我們是沿著這個 原創 這個小字劇情去到進行 又是你 你們來阻止我們利用車利龜 咦? 又再打火箭兵拳 彈彈彈彈 一打一 嘩 十八利亞 怕蛇 這個level其實是偏高的 真的 那個挖動 不是這麼瘋 先來個比比鳥 飛一飛塵 吃一招挖動 我應該會死 其實 大機率死 這裏直接用吹 用飛行技 沒問題 繼續 OK 緊速 嗯 繼續起風 嘩 他的技能很痛 他的技能 有精心設計過 他的技能 有點麻煩 還有一隻 毒氣丸 一樣 比拉超出場 我們需要一隻超人的同學 咦? 加拉爾地區那個 什麼 我們沒有了特性 他那個是防 是所有精靈沒有了特性的 那個夢特性 不是夢特性 好像是普通特性 OK 猜不到啊 既然是夢特性 我們比拉超要死了 車里車里 我們可以帶走車里龜 車里龜 咦? 咦?我們可以不用用李魚王 也可以 我們可以照用車里龜 但是這個車里龜 是不是不可以讓他進化 正常來說這個車里龜 是不進化的 因為他會帶著黑超 沒有記錯 他這個禦三家 好像只有 噴火龍 好像只有小火龍進化 膽小 膽小 哇 這麼差勁 這隻 只有八速 八速一特攻 三攻擊 有點差勁 好 我們再來拿多一次這個車里龜 其實不太差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過體值 真的差那麼遠 就可以了 可以接受了 橫皮 加攻減突防 一特攻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過體值 都不是十分之好 因為如果你看到過體值 你就會追求更高的過體值 反而如果你不看 可能更加好 因為看了你就想追求更強 追求更加完美 接近更加完美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都是在這裡拆 我已經不算不斷拆 我可能只是大概拆了兩三次 希望這次OK 沒有修正都接受 加攻減速 嘩 加攻減速不行 兩個都不對 希望這次OK 車里車里 OK 沒有加減 嘩 8 8特攻2速 算了 收貨了 他沒有能力修正 我覺得都OK OK 就這樣 沒有理會了 怎麼在這裡 這車里龜 嘩 他們全部出來了 作為獎勵 收一下這個黑色眼鏡 這個車里龜身上都有 又送到一個給我 車里龜成為小鎮消防員 這個呢 OK 那車里龜劇情完了之後 我們回去找小火龍 他是不是真的要下雨才行 現在下雨 剛剛好 轉身離開 咦 這個劇情是怎樣做 可能是要遲些先 現在不要理會了 我們先下呼嚴陣 看看 嘩 又是暴蟲小子 暴蟲少年 嘩 獨特狀 對了 我忘記了我身上沒有血了 問題不大 我們可以轉用車里龜 兩位奇異種子 因為奇異種子快進化 我們幫他進化 我們幫他進化吧 沒理由不進化 這裡 不進化太洩了 這個位置 所以我不會跟小智的劇情不進化 雙針 好痛 大針鋒 其實還未必足夠打 打大針鋒 換一換 沒有東西換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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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忌生總之打贏他 我想過換大腿尿 但是大腿尿血量又不夠 很棒 這隻 是這隻嗎 這隻可以直接催眠 然後換大腿尿 10血我猜應該可以頂到一招撞擊 鐵鋼勇應該是撞擊 變硬也OK 沒問題的變硬 應該也打得進的 雖然是變硬 但他的防潛不會高得太緊 OK 種子炸彈?是物攻技 這招超強的 噢 進化 奇異草 OK 他這個進化畫面其實也不錯 這個進化畫面也比較像原版的進化畫面 這條路 OK OK 這條路就像枯葉鎮那條路的 即是改了枯葉鎮那條路 這裡就是枯葉鎮 噢 這裡為什麼有個火箭塔在這裡 正輝的燈塔 還有 我們先去枯葉鎮 好 這個枯葉鎮比較貼切大家在平時 火熊裡面見過的枯葉鎮 我們先去PC 我們先去探索一會 然後今集就差不多 等下集回來直接去打這個枯葉鎮的管主 這個不是小光嗎 對呀 小光 我可以獨自出去旅行 你覺得我能跟上這個步伐料 嘩 要打的這裡 大眼蛇 這個應該是屬於 測試你的實力吧 嘩 糟糕了 我們先拿個替身 李魚王出去做替身 防禁 先被他打死 沒辦法了 死了 應該 這樣就差一滴 這裡派出我們最強的車利龜 浮木光線 防禁沒有中 嘩,很堅硬 掘洞 不是吧 沒辦法,幫我們飛一飛 我怕不夠他快 他的衣服很漂亮 小拳石我們換成奇異種子 奇異草 奇異草一下的種子炸彈應該死 太高傷了 這招技太高傷了 沒有肌硬的話一定是一下死的 而且我比較想知道他那個跟隨 他那個一起旅行 是不是真的一起旅行 這個比較難打 飛行不是 嘩,翠飛 其實我都好過翠飛 因為我放了幾生種子可以走了 磨都磨死他 又翠飛 比卡超 不理而王 又翠飛 對面不斷吹飛 什麼戰術 對面在玩 好,死了 好,我們看看他這個小光 一起旅行是什麼意思 就是 單純是測試我的實力 車尼龜進化 讓他進化 照樣先不要讓他進轉 我應該繼續去旅行 下次又不想被你拖後腿 蛤? 原來是這樣 我以為小光會跟在我後面 那就是其實這些 這些管主可能會隨機出現在 呃... 這個我們的冒險的旅行當中 嘩,這是什麼地方 魔法閃耀 妖精技能 這是什麼地方 已經刮掉了 OK,等下集回來再探索一下 這個枯葉陣 感覺這遊戲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可以看 即是 它是在用火熊的地圖 但是有很大的改變 即是地區上的一些 更改 即是你看到枯葉陣上面那條路 是長了很多的 比你之前 就不是平常的火熊版那條路 也挺有趣 挺特別的 好,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一集 研之節再見 拜拜